过去一年易洋千玺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? 看看今年的打算就知道了 过去的一年对于易洋千玺来说 绝对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演唱方面,无论是发行新歌还是举办个人演唱会 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影视方面,则是凭借长安十二时辰和少年的 你彻底奠定了自己的演技派地位 那么,对于自己过去一年里的成绩 到底易洋千玺最重视的是哪一个? 粉丝们本来以为少年的你是毋庸置疑的首选 毕竟,这部电影不但叫好又叫做 还直接为易洋千玺带来了香港第三十九届金像奖最佳新人的荣誉 只是,在采访易洋千玺的时候 他个人却觉得,去年上央视的春晚 才是最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因为在央视的舞台上 自己又和王源、王俊凯同时出现了 谈到新一年的打算的时候 音乐和影视也是成了易洋千玺准备集中发力的地方 直播中文字幕志向前预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 nuestros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观看